李武凯出生在柔道世家 一出生就有家族遺传弱势的症状 小学一年级就必须看放大的课本 并且拿着五倍的放大精阅读 随着年龄见增 由于视神经萎缩 视力状况却越来越不好 李武凯从小就耳濡目染 并且和妹妹接受父亲的柔道训练 但眼睛上的弱势 也使她在练习柔道的过程中遇到难关 如果教练在前面教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直接去吸收那个动作 因为教练在第一次在示范的时候 已经是示范给大家看 可是我们看不清楚教练的示范比较精确的动作 可是我们到事后再去问教练 或者是问队友说刚才那个动作是什么 或者是在练体能过程当中 客服就是找一些替代方式去弥补 对环境的感觉先练熟悉之后 然后去慢慢培养身体的能力 为了克服视力所带来的困难 李武凯只能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增加熟悉度 如此努力不懈的个性 让她在2010亚帕玉拿下了柔道项目 银拍宝座 她入研究所之后 在想未来的方向要怎么走 而遇到了我的指导教授 那时候我的柔道成绩是一直不是很好 但是她一直鼓励我不要放弃柔道 可以以柔道的体能来转换别的跑道 因缘机会下李武凯接触到了田径 并且爱上了这项运动 但田径却是和柔道截然不同的运动项目 所碰到的困难也不一样 除了阳光 教练在练习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一般人不一样的是 所有下一步的动作都是由教练来告诉选手 而李武凯也抱持着 跌倒就跌倒 再站起来就好了 她的想法一直反复练习 让她在105年 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200、400、800、1500公尺田径项目 统统拿下冠军宝座 而至于柔道项目 李武凯则专注于教导方面 现在的李武凯同时也在 bodydoor保健调理中心上班 以按摩的手法 提示会大众调理身体 舒缓肌肉及其他部位 也在摩擦颜的手法 也在摩擦颜的手法